今天我們要來介紹怎麼樣子開發FPGA的電路 也就是數位電路 用Vlog這個硬體描述語言來開發之後 把它燒入到北漢科技的FPGA板子當中 這個中間的過程我們會使用到開放原始碼的Ecolors工具 還有Aterra這個FPGA大廠的Quartus 2這一套工具 當然還會有北漢FPGA的專用工具 整個FPGA的開發過程 基本上是有一點比單純寫程式還要不達一點的 我們要把電路設計出來的時候 比較簡單的一種測試方式是先寫完Vlog之後 然後寫一個稱為TestBench的測試程式 像這裡就是TestBench的測試程式 寫完之後我們先用Ecolors這個開發工具 就是開放原始碼的開發工具 它的編譯指令叫Iverlog 執行指令叫VVP 編譯執行完之後你檢查發現如果都對的話 就可以把它燒入到FPGA板子上 但是當然燒入的時候呢 這只是編譯模擬而已 燒入的時候我們得使用像Aterra的Quartus 2 然後重新來編譯一次 而且呢當我們使用Quartus 2重新編譯之後呢 我們還得要用用北漢的工具去產生一些腳位擋定的動作 那這個是我們使用AterraQuartus 2 編譯的結果 然後呢我們用北漢的工具 這個叫HDL Auto Assign Pin 這一個工具 來做產生那個腳位的防定檔 那你要輸入我們電路的主程式模組 然後呢再把板型稍微選擇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就選擇這個VeryCarn,VeryIntern這些工具的腳位擋定 然後接下來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好擋定 確認沒有問題之後呢 就按Generate讓它產生這個 Simple.qsf這個腳位擋定檔 那產生完腳位擋定檔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用Quartus去編譯然後 稍入編譯再編譯一次 而且用Quartus再編譯一次 這時候你要把腳位擋定檔 產生出來的腳位擋定檔 摳到這個 這個 Quartus的這個資料牆去把原本的腳位擋定檔 給覆蓋掉 那覆蓋掉之後 就可以用現在的腳位擋定去產生真正的燒入檔 如果沒有覆蓋的時候 因為它沒有設定的腳位擋定 就不會產生燒入檔 所以當我們這樣子的流程做完之後呢 做完之後 我們腳位擋定和燒入檔都產生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用北漢的Verricamp這個工具 來把產生的燒入檔 Tinbo.rbf燒到北漢的FGA版中 那當你燒進去之後就可以按這個Go 來做模擬 那因為我們這個電路 單純就是把輸入指定給輸出 所以輸出的波形就跟輸入一模一樣 那這麼簡單的電路有什麼用呢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用進一步的把它變成真正的一種電路 因為FPGA的功能很強大 所以所有的繞線的動作 所有的打的動作 通通都可以用FPGA做完 那最後我們剩下要做的就是 把那個周邊裝置的線接上去 接到那個FPGA的燈角上面 但是有時候我們 我們要接燈角不方便 因為要接燈角的時候 可能你要有LED 你要有開關 而且你要有麵包板 你要有各式各樣的裝置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接燈角 所以為了 而且接的時候可能 電壓沒有控制好 可能會消壞電路板之類的 那這時候 北漢就提供了一個 叫VariExtra工序 它使用視覺化的方式 讓你可以很輕鬆的 拉出一個虛擬電路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虛擬電路 來測試 燒進去FPGA版的電路 是不是 是不是對 那我們其實是在做一個 無動式的虛擬電路 輸出入介面 並不只是電路 那電路的部分都在FPGA版裡面已經做完了 好所以呢 當我們燒進去 我們會看到一個狀況 如果我實行的時候 我把這個開關 按一下它會往上翻 翻的時候呢 這個燈就會亮起來 那如果呢 我再按一下 它會往下切 往下切的時候呢 這個燈就會按掉 那 這樣子 我們就已經確認說 我們的電路是沒有問題的 那 整個流程呢 我們所使用到的工具 就有 Eclass 還有 Vrotux 2 還有 VariCart 還有VariExtra工序 那 這整個流程 我們接下來 會全部用影片 我們重新示範一切